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佬這個Channel 成立這個Channel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Subscribe我們這個Channel,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大家好,又來到真飛過關的時間 今次賽是黃昏馬,拍十一場,差不多四點鐘開跑 今次來說,特別的東西就沒有什麼,兩場三級賽 撒一場馬,四點鐘開跑,賽道就用A跑道 看看地有沒有能追,明天應該都不會下雨 其他東西就沒有什麼特別 那在今次賽事來說呢,在說之前呢,我們可以不斷地說一說上星期二的票 對,那領航轉期贏啦,厲害啦,對不對? 那是兩隻腳差一點咯 那飛翔精英贏也是正常輕鬆的 那另外,最後那關就錯了所有事情,整件事都錯了 所以變相,我覺得上星期二的票,就不是說那麼滿意自己個人 對,那領航轉期贏啦,輝王精英贏啦,這裡有兩邊啦 但是最後那關就一隻都沒有太多的 那所以我就覺得上星期二的票就差一點 那我們周中整個時間都沒有香港賽事啦 走完英國跑王加爾士谷啦,所以變相我們中間就沒有任何真飛過關的東西 對啦,外國不是都不會特地這樣去買一條真飛過關 那所以變相呢,我們今次賽事,對啦,就先再出發的 那今次賽事來講呢,選了三場馬,這麼巧,這麼不幸 選中了這三場呢,竟然是三T,連續三場五六七場的 對啦,那看大家自己想下怎麼買啦 那當然啦,我既然選了這三場,我買了這幾隻馬的話 那我寧願給多一點點錢,對啦,都會照自己這一站馬去買一條3T的 那我們就看下今次這三場馬,我選了些什麼馬啦 先來頭關啦,第五場,那跑這個四班的千四米啦 那要了七六大利好運做膽,拖以後均達德,四六搖搖領先的 其實反過來,我是想要均達德做膽的,不過我嫌他有點偏嫌,對啦 那大利好運呢,為什麼選他做膽呢?那有狀態 那神操,你見他有點進步,而上次潘頓走下去騎,表現也不錯 跑了回來後有個第三,他已經增呈了千四跑兩次啦 初出跑千二,跑了第二啦,跟著增呈,十二月的時候增呈 然後跑了個第七,慢慢地,然後就收起來又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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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五個月才出來跑 但我上次隔這麼久跑,立即都能夠開個第三,狀態一定是未夠的 那看來這隻馬在四班這個路程是一定是有好處的 那這次相隔日子有一個東西正常翻的情況下 再去跑這個四班千四,雖然騎那個就不是潘頓 那我寧願艾道拿也無所謂的,塞漢點馬,換些陪女兒回來咯 那所以我選了他做膽,因為勇發龍,我就不明白熱在哪 你上次這樣追回來也只有第四啦,是啦,雖然排大外,我當自己回到第四 那我覺得表現上有點失望的,反而他用熱帶來好運,那我寧願拼帶來好運啦 那軍達德就下班,是啦,王子雲沒有好跑的啦 對他放頭就行啦,因為丁顧雲差一點畢業 一落斌應該一定跟你動手都不用等啦 那另外搖搖領先啦,更加不用說啦 雷劍威側身馬,初出兩鋪,由初出到剛剛障礙場兩鋪都跑了第二 兩次都是後追,那一次報名跑一次何集要跑啦 那這次來玩就試試給他增情,因為這隻馬容易慢襲 也都見他落腳有些軟,那我覺得真情是對數合理的 那報名找到位置好少少的話,那些畢業領先,其實理論上 如果你說要贏的話,應該這一組是最有聲味,最有機會的 那我覺得大力好運都不差啦,那當然啦 還有一隻馬就叫六號機緣最猛,這隻馬我也很想買的 不過中逸禮我覺得差跌,那這隻馬都不是那麼容易跑 同時間又抽大外檔啦,真是殷酷 千事不如他應該,希望A跑道如果有得追下這個TACO 會有機會跑多兩步,追到場地 我覺得這隻大力,機緣最猛狀態都相當之不錯 那反過來講其他馬其實每隻都覺得一般的 無論路程,狀態,近跡全部都是相當之普通一般 但昨晚你說五號陸續光紅,我都覺得他已經失望了很多次 都不想怎樣跟的啦,這些馬 反而你說十四號好運寶馬叫做可以跟下的 但反過來講,你五班贏完,上來四班好像兩局都很近 但這馬本身健康底都相當之厚 那所以變成你不肯定是不是還有,就是 這次會不會跑的時候就會沒有健康問題發生呢? 很難講,還有因為你不是有賠率給我選擇嘛 就是你說最近,跑了第三,跑了第二,還有贏馬那次 其實也有五賽分頭去搏一下,這次十一倍 明天不知道再無,現在十一倍而已 那所以變上我覺得,這次好運寶馬 都是其中可以選擇的範圍,但我就沒有要到啦 那變上這一關我就,要了七號大力好人做膽 可以有軍達德,還有四號搖搖領先的 跟著來到第二關了,也是跑了四班千四米第二組 那又是,咦? 又是,咦? 剛好又是蔡漢一馬做膽啊 十何一喜美麗做膽 可以有標之將來,五號字字多寶 哇,剛好又有冠號又有蔡漢了 十何一喜美麗,馬潘頓是操不少的了 但是之前一直都是艾道拿跑的 那這次終於是潘頓自己拿回來跑了 這隻馬其實由初出到現在總數跑兩場馬 都是一直保持著是跑四班的千四米的 那這次換了潘頓,會不會騎入海遊有些不同呢 這隻馬其實都幾合身,三歲的 那你也不用擔心就是,阿賽會選這些 那這隻馬從來都不做這些事情的 那只不過這隻馬可能還沒得 但是他要讓他出去跑移一下身一下,去運動一下 那雖然上兩場都跑得不一樣 但是其實上兩場冷門身份啦 一場44倍,一場36倍啦 其實回來的表現不錯 那分隊也有獎金數過跑第六的兩場都 那所以變相這次來說呢 賠率上大幅調整一下,這次只有16倍而已 可能有大部分的原因都是來自於潘頓,但是不要緊 至少叫做有賠率 就是比之前那兩次來說算是有費的啦 那所以變相馬狀態又不錯,我就選了他做膽 那另外1號,標之將來,上季季尾贏完 嚴計的都不是上季季尾,他是上季1月1號贏完 即23年的1月1號贏完,然後就沒再跑 隔了那麼久沒跑,足足一年有多 上場這樣復出,留在後面,回來都肯追,追了第六 沿途留在馬群後面的,我覺得他上次跑得不錯 而且這隻馬,千二馬是嫌短的上次 這隻馬最好路程可能是千四千六這些路程 那我這次上來千四我覺得是適合發揮的 而且丁冠濤剛才也說了啦 差點護級,即是快夠護級了嘛 什麼馬都跟你去的啦,不想啦 重榜都要去這些馬 那再加上之前,即是三班到四班後立即入表演 那現在仍是四班啦 那再加上上次,以他上次加了年多 那麼久沒跑,都叫做收到獎金 追了回來的第六呢,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而且還要,我覺得是相當之不錯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隻標章我也要了,有個好檔 那另外就是字字多寶,又是報文,是的 那這隻馬上場來講的第二,我覺得算是這樣啦 在後面這樣運來運去,然後最後都用上來又有個第二 我覺得上次的表現不錯的 那因為他初出的時候已經入到Q 都想著這日馬看來都相當之不錯啦 即是拍了一個比,然後怎知道二月爆了一場一般的 然後隔一段時間隔了三個月左右再去跑上場 那第二是相當之不錯啦 那這次來講呢,又是給他嘗嘗爭阿晴去試啦 那我覺得都合理的,而且本身馬的培率也不是十分之熱 對啦,未去到過份,即是現時這一刻還有五倍 其實都值得玩的這一隻,字字多寶 那三檔是好檔啦,真情都不怕,報文 那上面想要了他 那另外還有其他嘛,喬峰剛剛贏完,龍天鵬呢 因為自從他那次健康又入院之後呢 其實他說馬的表現呢,的確跟他在現場堵住呢 是有些分別的,所以喬峰上次贏完之後到現在 大家都正常夾一個月左右去再上陣 上次贏就贏了一個多身位都幾出色的 也都剛好同時間A跑到1400米 那看看大家跟這個馬房或者這匹馬有沒有緣分呢 因為他有時贏完之後會脫掉一點點 但是又跑回好一點,過幾場又跑回好一點 那看看你跟喬峰有沒有緣分呢 馬的狀態保持得到沒有問題的 那另外新力好啦 前一仗贏完之後上陣跑多了一匹屎 不知道他做什麼 但是他跑快沒有變的,都是這樣放頭跑的 有時側身馬就有這些問題,不夠穩定 那但是你說這隻馬在神粗角度看上去外觀 他沒有問題的,又不是說什麼沒有狀態沒有成 那這樣才贏完 那雖然你上次為什麼跑那麼差 我都回答你不到 那但是你說這次還會不會選他呢 大熱門有點擔心 是啦,雖然抽到一個一檔 那另外你說下面那一堆了 勝利神驅,上次你有沒有份中呢 是啦,那我覺得 這隻馬的狀態是保持得到的 但是葉昌晃打不打一打就大家自己想想 是啦,那外當中你都沒得想的啦 一個跑法,對他在前面放 那看有沒有機會,這次也頂 因為A跑道始終放頭是難搞些的 那另外還有就是隔世奇班了 轉了倉,是那隻馬狀態沒問題的 是轉了倉這件事,我不明白 為什麼他跟小炮王會一起走 那不要緊啦,都走了啦 那看看去到高通來,會不會有些新氣象 跑得再近些 另外還有一隻幸運星球 我覺得這隻幸運星球呢 你都不要因為他是 就是啊,14當 不是,14號馬揹著這麼輕的 是否打算下班呢 有時候不一定的 有時候就是這麼輕的 反而這隻馬呢 揹著這波夠輕的 鬆了一波可能追得更厲害 是啦,因為這組馬力只有 零零丁丁的,他一隻是118磅而已 是啦,他跟最近那隻13號 都差了6分啊,整個 所以變成這幸運星球呢 可能都有機會 撐得進來冷門一隻的 但是要小心點 要選擇 就是如果大家 對的話,可以試試打拼他 那我就沒有要到的 只不過是 那今場呢 就月10號,1號美麗做膽 推游標之將來 5號字字多寶的 跟著來到尾關啦 第七場 跑這個山頒2千米 嘩,又是蔡寒做膽喔 8號,精算謀略做膽 拖1號包裝,旋風 3號木火兄弟 其實這組2千米 我都幾多馬想選擇的 那剛才我講 若敢我選中 這三場都是3C長次啦 那3C的時候 可能會補多幾隻下去啦 那這次說完 我就膽緊的啦 第一 他跟潘頓是最夾的 那雖然今年潘頓騎了很多次的啦 都沒有頭馬交過 但其實都相當好表現 那些1,6米、2千米、1,8米 全部都有走勢表現的 那潘頓也都跟他跑了一次 在4歲系列賽前的一場 兩場賽事呢 回到那邊都不錯 那最近 他3月跑完4歲系列啦 然後5月復出 然後6月又跑了一場 兩場都一般的 那時候艾道勒跑的 跟著上場艾道勒 再跟他跑多次 跑少少變化地 這隻馬變化地OK的 跑少少變化地 回來呢 又後又包尾 湧了上來追了他第三 今次 增回程上去跑2千了 他2千曾經入過Q的 莫亞幫他跑 那用回潘頓最夾 最熟那個 那我覺得 絕對是有機會 贏得回 但是 繼續交到好表現的 是啦 我也不認為 這次清算外力 只是會跑變化地 那另外 一號包裝旋風 又不用說啦 2千米 沙田是最適合他的啦 你想想看上一季 臨尾的年數 那三場 三場都是沙田2千來的 所以我絕對不擔 四班三班 都絕對能夠 今年 其實維持在三班跑呢 表現不是很差的 尤其是跑沙田的中長途距離 大多數表現都能保持得到 上場 一跑回2千 尤其是班德麗 流後少少 一湧上來 都跑到入Q了 那所以 這次來講 這班旋風 救了班德麗 抽大蟻檔都不要緊 縮後面 和你入足六八一段 而已嘛 那所以我覺得這班旋風 狀態的人 保持得不錯呢 2千米 怎樣都要賣他的 那另外 就是鄭障偉 木斐兄弟 其實上場 都慘 是這樣的 回到泥地 第四 那個位追上來 其實不是沒有走勢的 沙田草地 今季 其實連續三場 都入到相當名 是零零丁丁 那場千八米 不知道跑去做甚麼 因為 輸成五十個馬位 好像 因為健康有事 因為今季 初過三場 跑下來 其實表現都不錯 一陣陣位之後 是 1千六米入Q 兩場2千米有P 是 所以變成 草地來地 這隻馬 都交到水掌 交到表現 繼續用梁家晉跑 希望 可以能夠跑得好 繼續 當位差一點 看他這次 十二檔 會跟上前面 跟前 還是直接 到最後最後 早點轉回西出去 法力 入席和你鬥爛 因為這隻馬 打法力就不多 是升了隻馬 夠中心 夠大埔 和你入席鬥爛 這隻馬 其實還有很多馬 選擇的 楊明天通 可以選擇 菲尾僥幸 可以選擇 甚至復明亮天下 可以選擇 再數到下面 其次鬥士也沒有拍得差 東風飛影 我覺得 一般 而且他有點格沙 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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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場 應該是不好 所以都沒有要 下面有波爾多 摩戒 這些難找 因為始終3T長斜 爆冷 是真的不出奇的 而且還要是沙田 2千米 這些比較少 有些難搞些的賽程 所以變相另外一場 基本上1至14號馬 我都覺得機會不差 唯獨是11 可能會差一點 10同11 即是開心神區和東風飛影 一樣 我第一批就會劃走他們 波爾多 摩戒 上風大都 對我來說 要爆冷的就是這三隻馬 鏟進來 反而上面西林寶那一站 即是去到1至9號 都相當之好狀態 近期又不是跑得差的馬 在這裏 所以這組的馬 大家真的要小心點選 是難搞的 那我只要了8號賽漢的精算謀略做膽 然後拖著1號包裝旋風 和3號木塊兄弟 再重複多次 我們這次買了些什麼 先來頭關 第五場 要了7號大利 好運做膽 拖以後軍達德 4號爺爺領先 第2關就是第6場 受惠一喜美麗做膽 拖以後標之將來 5號自治多寶 尾關就是第7場 八號精船謀略做膽 拖以後包裝旋風 3號木塊兄弟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下訂閱這個鈴鐺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和我們交流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